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门传承1800多年的数学智慧 在2013年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猪算是怎么延续下来的呢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离不开诗书 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则离不开算术 算盘究竟何时由何人发明已无从考证 不过猪算一次最早建于东汉徐悦的 数数记忆 北宋时期商业繁荣兴盛 当时热闹的市井生活被清明上河图记录了下来 在这幅长卷的最左端 赵太成家的药铺桌面上就出现了一幅算盘 因为药方里的每一味药材都有不同的用量和价钱 用算盘来加走要辩解许多 算盘一想黄金万两 小小的算盘为经商提供了便利条件 又跟随着买卖人的脚步走向世界 在众多历史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 算盘是怎样一笑博大的 1970年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下水 四年后 长征一号核潜艇开始在中国海军正式服役 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诞生 竟是用算盘珠子打出来的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 科研设备严重不足 一个算盘一把计算尺 是总设计师黄旭华和他的团队最常用的运算工具 盘珠噼里啪啦的声音 经常从黄昏响到黎明 我们就分两株或者分三株同时计算 如果计算结果都一样了 我就相信了 大概没什么错 如果打出来结果不一样 就从头再来 黄旭华和同事们用这种土方法 解决了大量尖端技术难题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已经93岁的黄旭华 仍然珍藏着60多年前使用的算盘 偶然波动间 古老的数学智慧仍会穿过蒜珠流淌而来 2013年12月4日 珠蒜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入选非移 成为中国第三十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评到 凭借其简便的计算工具 完整的数理内涵 让珠蒜无愧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器 如今算盘的计算功能几乎被淘汰 不过珠蒜背后的数学智慧 却从未退出我们的生活 如意算盘 二一天作物 三下五除二 这些从打算盘里衍生出的词汇和习俗 早已深深眷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 算法口诀和播出技巧 仍然是启蒙儿童智力的有效方式 它是非常重要的 提升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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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的重要性 的文化和文化 中国人的中心 中心中的中心 这就是说 他们有中心的中心 尤其是在建立的 在数字信息时代,千年蒜猪再次博响。 猪蒜,这个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正跨越历史的长河,世代相传,散发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